但10年再长也终究只是一个任意的数字而已 投资10年依然有可能是赴报酬 大家好 本周高盛公布的未来10年标普500预期报酬引来市场的讨论 在高盛的研究中指出 由于目前估值过高以及市值集中在少数公司 标普500预期未来10年每年报酬仅有3% 甚至低于美国10年期公债现在的4.2% 历史上标普500十年的年化报酬低于3% 只占了9%的时间 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 分别是30年代的大萧条 70年代的股市崩盘 以及07-09年的金融危机 我们进一步来看金融危机时的情况 标普500在2008年7月开始了 过去10年的年化报酬低于3% 直到2011年4月开始摆脱低报酬 从观察1998年7月到2008年6月 以及2001年4月到2011年3月 标普500总回报的走势 我们可以发现 标普500年化报酬3% 并不是稳定的低报酬 而是一次性暴跌降低了长期的回报 之后标普500会快速的反弹 但依然要相当的时间 才能将年化报酬 拉回至长期的10%左右的水准 所以每个人都说 长期投资股市可以带来丰厚的报酬 投入股市越长 获利的机会也越高 但10年再长 也终究只是一个任意的数字而已 投资10年依然有可能是负报酬 真正适合股市的长期投资 是终身 甚至是可以考虑传承给子孙的 对于资金非要做10年以内规划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会想 我如果能胜选进场的时机 或是选择有可能打败大盘的股票 就能摆脱低报酬 这些方法都可以尝试 不过至今为止 能长期靠这种方法打败大盘的人 终究是少数 最可靠的方法 还是要靠包含不同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 来分散风险 提高特定时间段的报酬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 不管研究本身多有可信度 都有预测错误的可能 看完今天的节目后 你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 但绝对不要把所有股票卖掉 决定未来10年都不要参与股市 这个做法一定是不恰当的 以上是我们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